老師訓練你七小福的時代在天台練功那種艱辛 也都反映到香港五十年代 大家都很努力去經營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事業或者一門工藝 大哥可以說為什麼你會找洪天明做你師父的角色 是不是他有些都挺像你師父的外形那些東西 他有點像他爸爸 我一邊找他我覺得他也有點像 身形那些霸氣就差一點 因為霸氣全部落在我身上 所以套霸氣很粗異些 聽話些 不聽話我可以回答他 別的不行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那位師父 于占元先生他對你和七小福的影響是怎樣 除了可能技藝上面 譬如他做任處世對你這個影響是怎樣 我猜不到我在我師父那裡吃飛的 個個都吃飛的打到飛了 我師父 由世教我們真的很嫌 我們對他也是很討厭的 我真的好像跟自己講過 我一出了詩之後 我回到出去 跟著我回到來就回答他 但是等我出了去 在這個真正社會自己出去做事 做了五六年之後 我才感覺到我師父真的很偉大 我師父從中國大陸 偷渡下來香港 我師父是沒有錢的 他可以在舍物租一個地方 是無無條件地收那些小孩回來 將他成全他自己所有的技術和技術 你想想我們師父 我初出入的事 學校只有六個人 後來我學校最多六十多人 喂 每天吃你一個饅頭 你都糟糕了 我師父不收錢 吃不花錢 住不花錢 教不花錢 這一種忍耐力和堅持是很重要的 我們只不過是 犧牲一些皮肉痛 但是我們也有很大的收穫 到頭來 即使我結婚生仔 我見到他師父 我也是怕尊重他 到他九十多歲 我見到他 我都三十多歲 我都可以抓住他手 我到處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種心情是不同的 是 大哥 大哥 這個鵬下出孝寺 現在這個年代 不太合聽 因為 我們現在不打得仔 是的 所以我師父很幸運 他在運勢 所以如果在現代這個社會 現時為生長的時候 他坐牢di了很多次 可能到現在還未能把他放出來 大哥你想在這個練功的短片裏面 你想帶出一個什麼信息給年輕人呢 我想帶給年代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現在真的很幸福 因為他們現在好像我們這樣的生活 他們沒有的 我們這樣的教導是沒有的 我們回到學校 然後才向一個牌跪著叩頭 那個牌只寫著五個字 就是天、地、君、親、師 教我們怎樣尊重這五個字來做人 現在調到一個走鼻很動態 不是一定要教授 一定要疼我 不是我就被抓到 所以現在我們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現在那些小孩子是很幸福的 所以他們現在讀書 整天你們痛不得我們被人打 被燒打 你們是精神上或者什麼上是疲倦一些 和我們被人罩戀 所以那些小孩子現在應該是用功的 所以今年我自己沒有讀過書的 因為我很欣賞那些讀書的 好像今年我看到六個狀元、七個狀元 我很開心 然後等於那些時候 希望我的兒子做什麼 我做律師就沒有他們分開 做建築師就沒有他們分開 有一個才是武師 大哥你有沒有想過 你入行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 將香港電影這樣帶出國際 我們哪有這麼大的想頭 我做經戲、學經戲 我想都沒想到我會拍電影 但有一天後 我十四歲的時候 叫我客串玩 去拍電影 我去了一天 我就開心得不得了 那時拍的日戲是六十元 日薪六十元 我拍完之後 拿了自己回去 就交給師父 師父代了之後 拿了五十五元 給我五元 喂 但你知不知道那個時間 五元是很厲害的 一個叉燒飯 不知道過二過三 五元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麗園 做完戲 我們大約有幾個男生 就看後台 就睡在後台 師父給五毛錢一個人 但我找到錢 五元 我就會帶著師兄弟 那時麗園後面 叫九華敬 他在上海店 我們就會開一瓶啤酒 幾毛錢 然後做一瓶 雜霸補辣醬 又做一瓶啤酒 師兄弟 一瓶小杯 殺了他 尖廳有酒尖廳 尖廳追 哪個免廳美麗菜 我們大爵 諸慈悲 諸慈悲 小孩子 都很開心 但現在這個 我經常回憶 回味 我們童年那個時代 現在真的沒有了 所以 我希望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會珍惜他們的時間 功用 大哥也有很特別的身份 因為他在電影行裏面 又紋又沒有 紋又沒有 紋又沒有 另外他是監製出品人 編劇 很多重身份 我想他是香港最早一代 斜江一族 就是 斜江一族 那 大哥我想問一下你 哪個崗位 你比較 最深一些 其實呢 最有power的就是導演 是 導演可以罵任何人 話了屎 監製 我也是跟導演聊天 大家 其他那些 只能做 你沒有食指導 就要做 武師也要做 但是呢 我不是這個問題 我是對電影 我剛剛進去 拍電影 拍完一次電影 兩次三次 我對電影 每一個職業 我都喜歡的 推車啊 攝影機啊 推車啊 拍電影 我就是他的私人 推車 推車 推車軌 不是那些 那些 那些拍攝影機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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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一定 失望 就是我 我對每一個 崗位 我都有 興趣 所以我那時候 跟那些 武師行 我說你跟那些 武師 你們告訴我 你們武師可以打幾多年 我現在這個機會 你們開始 你們認識武師 但是我希望你們 對電影裡面 每一件事 必有興趣的 你們可以去試 可以上去做 你們 如果你做導演 你想做導演 你一定要先學長記 說你跟著長記 跟著長記 跟著長記 就跟著副導演 跟著副導演之後 你就慢慢自己的心理 有機會去做導演 即是不會一步想 幻想自己做導演 幻想不重要 你一生就不幻想 我的幻想 我想做皇帝 就不行了 幻想不到 幻想不到 是吧 我是 我看電影下來 基本 你如果學長記 你插 沒有鏡頭 沒有鏡頭插 你熟了之後 你對你的腦 多想法 你做副導演 你安排什麼 安排什麼 熟了你又知道怎樣做 當你做導演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東西 你都知道 即我們是基本 電影的步驟 應該怎樣去 我叫我的 附加班 兄弟 師弟 你們要對電影我去 每一個月你都去學 好 我們轉到另一個年代 其實出套戲裡面 都有講到 有兩套 會講到移民這個議題 包括八爺這個回歸這個電影 剛才看了 這個故事就是講 兩代或三代人 血濃於水的關係 有兩套